刚刚接到一个非常痛心的消息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因以为己啊 现在这个心里面是拔凉拔凉的 事情是这样子的啊 大家好,我是小猪,我在湖北武汉 刚刚接到我堂哥老婆的电话 我的堂哥刚刚去世了 我堂哥呢,今年58岁 家里面两个儿子一直在农村种地啊 他们家种了100多亩地 堂哥的身体一直都挺好的啊 说实话,每天在家里面干农活 然后那个种活轻活他都干得非常的好 一直在家种地 反正今年58岁 之前没有听说过什么病 然后就是在这个今年的话 就是在今年的这个5月份的时候啊 突然说这个后背痛啊 就是这个后背啊,就是很疼 然后当时在我们老家这个县医院呢 去做这个片子检查 别人说你这个有可能啊 就是这个癌症啊 但是就说这个医院比较小 建议去大医院啊 后面我堂哥的老婆呢 就把他带到那个市里面的人民医院去了啊 去了人民医院之后啊 在里面住了差不多20多天 刚刚进去的时候 人民医院也是做了个全面的检查 反正全身做了个检查 各种检查都做了啊 检查完之后的结果说 他是这个肺上有长的一个肿瘤啊 然后说他非常长的一个肿瘤之后啊 当时的话 反正这个情况的话 也是我们亲朋好友啊 家属都知道啊 当时的话我就给我这个舅妈说 我说 是这样的 我说你这个 在这个市里面这个医院检查 反正多少的医院不是很好的 我说建议你来到武汉这个协和医院来检查 因为武汉的协和医院非常有名的啊 因为当时他在市里面检查出来说 这个有肿瘤的时候啊 他医院说 要给他做这个化疗 化疗之后 把那个肿瘤啊 给他化小点之后啊 再给他这个动手术啊 当时反正我就不建议他 我说你到这个武汉的协和医院 到大医院来做个确诊 如果说大医院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那你就随便你回小医院去治也可以 在武汉这边治也可以 当时我这个堂哥他老婆呢 就是非常的固执 他不愿意听起我们这个意见 就想着说 反正在市里面就在里面看 反正在里面的话 市里面医院花钱花的比较少一些嘛 那就是一意故行嘛 后来的话就是在他们医院做了一个化疗 化疗之后啊 然后他们就回老家去了 在老家这个休养 在老家待了二十多天之后啊 突然的话 我说堂哥 然后就身上又开始痛 痛得非常的严重 后来呢没办法 他们就又联系到我 联系我 然后叫我这边给他挂号 在武汉协和医院给他挂号啊 挂完之后呢 这个协和医院的话 呃就是挂号 就是当时的话 因为没办法住院嘛 然后第二天他们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啊 也就是当天就住了医院 住了医院之后 协和医院的医生啊 就把他原来在那个人民医院检查 什么片子啊 报告看一下 他就说你这个已经是 呃一心癌晚期了 已经是癌症扩散到 骨头上面去了 没办法动手术了 当时的话 我这个堂哥他老婆说 没有啊 我们在那个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说 我们这个可以动手术 说这个化疗 把他化小点可以动手术 医生听完之后 医生非常的惊讶 说你这个明明已经是癌症了 已经确诊了 不能化疗的 就是呃不能这个动手术了 当时的话 反正我就 我堂哥老婆就傻眼了 反正这说实话啊 看到这的话 我们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他肯定是被小医院误诊了 说实话啊 然后堂哥的话 也就是在这个协和医院 住了这个差不多四天的时间 病情的话 反正就是恶化的非常的快 医生都说 你这个已经癌症嘛 晚期了 可能就好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缓解 可能缓解 能夺活多长时间 后来的话就是 然后我这个堂哥的老婆的话 就说 呃 那就没办法 只能接受了 后来的话 他们就是医生建议说 你们在医院 反正这样的话 你舍不得花钱嘛 就回老家去 在老家反正就是开了药嘛 反正只能静养 反正已经是晚期了 结果没回家两天啊 今天是第三天 就这样 人就走了 所以说 说实话啊 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 说实话 因为生病之后 一定要去大医院 不能去小医院 那小医院真的是害人 说实话 误诊 真的是这样的啊 堂哥年纪性的58岁 说实话 假的那两儿子都还没有结婚 人就这样没了 真的是很可惜啊 说实话 当时刚得病的时候 我去看的时候 还是好好的 正常的很 就是偶尔后背有点痛 结果看着看着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时间 那人就没了 说实话 真的是很伤心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湖北武汉的一个街头 人还是非常的多啊 武汉今天还是晴天啊 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啊 生病的时候 一定要去大医院 不能在那小医院 说实话 有了病可能就是被耽误住了啊 好了 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本期视频道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